歡迎收看我的老天鵝沖久之路 各位好 我是小小林老師 這個系列呢 應該是老觀眾才知道的啦 這邊呢 再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小小林老師呢 的 往期野狐帳號呢 叫做我的老天鵝 說來慚愧 好不好 身為一個威琪老師呢 由於近幾年呢 這個 事業啊 課啊 繁重 我自己呢 幾乎是沒有在下往期了 輸於練習 以至於呢 我的這個往期段數啊 一直是停留在八段 那我剛剛呢 翻了一下 以前的紀錄 三年前 我還有拍這個 我的老天鵝沖久之路 這個系列呢 就是目標啦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沖上九段 那在當時呢 是有成功的 升上九段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是的 距離 我上一次升上九段呢 的時間 我們可以回溯到 2017年12月25號 聖誕快樂各位 然後呢 呃 就沒有然後了 反正就 降了八段 然後 後來AI出現之後 其實我對下往期啊 就 有點興趣缺缺了 但是呢 就在今年 暑假快結束的時候吧 我辦了一個 線上的家長說明會 其中呢 當然 為了鼓勵 家長 以及孩子們 不免俗的啦 都會說一些 啊我們人啊 一定要堅持啊 才會成功 等等之類的話 可是呢 當時我說這些話的時候 心裡面是有點心虛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心自問 我叫小朋友努力 但是我自己努力的嘛 好像也沒有 於是 忍吧 總是要有一點衝動 如果有聽過我pacast的人 就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衝動的人 我曾經因為輸了一盤棋 就直接休學 飛到北京 道場 下圍棋 所以呢 在這個說明會之後呢 我給我自己定下了一個目標 叫做 我要挑戰 連續365天 每天 下一盤 往期 不多不少 每天都是下一盤升降 連續365天 當然 我知道 其實蠻困難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能夠做到的話 嘖 哇 很屌 真的很屌 而且這365天 不是說 我今天下三盤 後面兩天就不用下喔 不是 就是每天不管再怎麼樣的忙碌 不管你去哪裡玩 不管 在任何地方 都必須要 堅持下一盤升降的往期 如果 斷掉 如果今天沒下 那明天 重新開始計算 就看啦 有沒有機會 連續累積365天 這邊呢 因為已經拍影片了啦 也跟大家呢 一起做個見證 你們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呢 覺得 蕭玲老師 能做到嗎 還是有人 願意 一起來陪我呢 好 那在今年8月23號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了這個挑戰 不過呢 由於 當時啊 那個 第一盤棋啊 下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家小朋友啊 在哭啊 所以我就跑去餵奶了 所以這盤棋 超失敗 好不好 這盤不算啦 所以呢 後來我又再下了一盤 欸 結果對手剛好是同一個人 那我們就 一起來看一下 老師付出之後的 首戰對局吧 首先呢 先給各位看一下 本局的這個勝率圖啦 這一盤棋的對手 好像沒那麼強啦 所以呢 我是幸運的獲勝了 而且勝率的部分呢 幾乎是 沒有50%以下的 算是完勝的一局啦 那這個系列呢 因為其實我已經下了很多盤棋了 所以每一盤棋呢 我會挑選 一手棋 來跟各位互動 你們可以猜猜看 老師下在哪個位置 然後我也會通過AI分析 跟大家講這一手棋是 好棋還是爛棋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行進致死呢 剛剛啊 這個黑棋在這邊 點了一手 我是白棋啊 對到的是一個 日本人吧 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蠻多英文的都是日本人 好 這個棋就是我點一下他反點了 那接下來呢 我在這裡 藏了一手 他在這裡衝過去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希望能夠先手補斷 他希望能夠先手補斷 好 那走到這裡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猜猜看 老師的刺一手 我自己是覺得我下的還不錯啦 因為我們都是下快棋 15秒的時間內 各位可以猜猜看 蕭林老師是下在哪個位置呢 好公佈答案了 實戰呢 我的下法是選擇在這邊 搬來連搬 當時呢 我的想法就是 你看嘛 這個棋 等一下這邊有個教師會被吃掉 可是我接就被他搬嘛 如果我就這個被他吃嘛 這兩圖 我都感覺不是很滿意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來這裡 板來連板 借力使力一下 假如說 他斷的話 我就可以從這裡 反打完之後 把這兩顆吃掉 還不錯吧 保留變化 那實戰呢 對手是在這裡 打吃之後 那打吃的話 我就不能接了 因為接的話呢 等於是 兩邊都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啊 有點不滿意 所以呢 實戰 當他打吃的時候 我是 直接反搬 我的意思就是取吊子啦 希望他長的時候 我再順勢的接 那他如果長 我再一打吃 左邊有個提 底下有個打吃 形成劍合 那實戰呢 對手 也是看穿了我的意圖啦 所以呢 他沒有選擇彎出 而是 直接打吃在這個位置 然後 我從這裡 打完之後 再一打 那這個打完 我是希望他接啦 這樣子 我就可以非常開心的 從這裡 翻打回去 那對手呢 他是 直接跳了過來 從這裡 殺我 上方的大龍 那這邊 我們就不管他了 那根據AI分析呢 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勝率 大概有70幾%了 還不錯 還不錯 那麼 我左邊的下法 究竟 你有沒有得到AI的認可呢 答案是 還勉強OK啦 大概掉了20%勝率而已啦 哈哈哈哈 因為呢 這個時候 AI推薦啦 其實 完全不需要 走得那麼的帥 就在這個局面的時候呢 AI推薦 其實單班就可以了 他覺得 黑棋 不太可能會 回頭去吃 他覺得黑棋 會彎出 然後 白棋 就這樣子 輕鬆的 壓兩下 這個上方 都給他 然後我們只要走到 左邊的跳 就很棒了 嘖 我是沒有這種感覺啦 因為我覺得 這被衝出來 其實蠻厚的 然後 左下角 這邊還有一些近三三 這還可以連回去 但是 這樣子白棋勝率有90啦 各位自己感受感受 好不好 好那實戰呢 我是選擇板來連班嘛 那這個打的時候 這個班 AI是認可的 嚇得好 他說這部棋 非常棒 好不好 開心 但是 當 黑棋吃的時候 我的這個打呢 AI是給予差評的 他認為這個棋呢 不應該 打吃在這裡 而是 應該 直接單反打 這個 我真的是當時 沒有看到了 這個保留變化更是徹底啊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棋 提完之後 白棋再打 那 這個黑棋 提完之後 白棋就不需要去打這一下 白棋可以直接敲過來 因為這個打 有可能是後手 直接敲過來更是爽 嘖 這真的是蠻有道理的 所以這個反打 更厲害 比我這個打 還厲害 總而言之呢 這個棋 最終啊 老師是拿下了勝利 算是開了一個紅盤 OK嗎 那這個系列呢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呢 大家可以多多在底下留言支持 然後 希望啦 能夠做到 每日更新 因為我每天都會下一盤的話 其實就有很多素材可以講起 當然你們也可以讀奶啦 就是說 老師應該三分鐘熱度啦 可能下個幾十天之後 就 就 假裝忘記這件事了 哈哈哈哈 這是也有可能的啦 反正 總而言之 就是這樣子啦 OK 那我是小小林老師 我們就明天再見 拜拜 嗨嗨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收看我的頻道 小小林網訓課呢 現在擴大招生 回饋給各位其友呢 第一堂課可以免費世上的福利喔 歡迎大家來體驗 那我們的網訓課程 包含直播上課 回放複習 線上作業 還有線上的對譯 老師呢 會依照各位學員的騎力來分班 讓你用最親民的價格 做最有效率的學習 想變強的騎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喔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喔